主料,红豆250克,辅量,油,糖,准备时间,两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红豆洗浸泡三小时以上,我泡八个小时都有,因为我忘记,泡酒就不用煮太久就烂了,浸泡的水倒掉,用水冲洗一下红豆,用电饭锅煮,大概煮一个小时,本来刚好软,一颗颗的,因为要帮儿子洗澡。 豆都闷了,把多余的红豆水倒出来,红豆水可以加糖喝,不浪费,电饭锅,按下煮饭功能,红豆加入一勺油搅拌,分次加入糖,多甜就看你自己喜欢,家里就只有白糖,可能加红糖更好啊。 煮到水分干掉,稠稠的就可以了,放凉后,豆沙会更硬点的,烹饭技巧,一红豆浸泡过更容易煮软,二煮好红豆沙可以就这样吃,三要放冰箱冷藏,要尽快吃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